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快乐的鞋匠 从前有一个鞋匠住在一间破屋子里,每天为人修补皮鞋 鞋匠之所以很喜欢唱歌,是因为他总是边休闲边唱歌 快乐又既在,虽然工作辛劳 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觉得苦,一点也不觉得累 鞋匠隔壁住了一个富翁 富翁很怕吵,觉得鞋匠歌声又难听又很吵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让鞋匠唱歌 有一天,富翁把鞋匠找来 富翁就拿了一千块,跟水匠说 我给你一千块,确定不要吵,很吵 水匠看了一下一千块 很高兴,心想不知道又修几双鞋才能拿到这么多钱 于是就答应富翁的请求 于是,从第二天开始 鞋匠就不再唱歌了 可是不唱歌,一切都显得很不自在 工作的时候手软趴趴的 好像没有力气,整个人也觉得生病似的 很没有精神 鞋匠正准备要唱歌的时候 可是,又看到那一千块钱,只好比上嘴 一整天,鞋匠觉得好烦,很不开心 过了一天,鞋匠拿了一千块还给富翁说 先生,对不起,一千块还给你 我宁愿愁一点,我也要做个快快乐乐的 小朋友,人生价值在于自己有肯定 懂得自己的人一定会有快乐的人生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,谢谢